今年72岁的张红军大爷 家住河南开封 是位资深收藏爱好者 从偶然接触 到现在他收藏的药物说明书 约2000多种 最早可追溯到民国 有些已是绝版 希望未来研究能用上 有功词合影 他这个有兵鼠上 他写的非常详细 这个有兵鼠当中 他翻映出来的东西 给我影响很深 他给现在的有兵介绍当中 有一点不一样 中医他有很多制物聘中 他就把没一样制物聘中 什么名字什么名字 给你列的非常详细 近日 记者来到开封市龙亭区 张大爷家中 位于二楼的房间 是家里的宝藏区 收藏品琳琅满目 各时期的药物说明书 分类装在多个文件夹中 张大爷介绍 他的收藏之路 是从儿时堂纸画片开始 药物说明书 则是日常收藏品中夹带的 有些是在那个书里头夹住了 有些是在那个信封里头装住了 他在那个炸火塘上去招这个东西 倒不是很好招 时间久了 你优这个转题了 慢慢的优这个东西 你操心 除了药物说明书 张大爷还收藏了一本厚厚泛黄的校正版 本草纲目 也让他从书中印证了本草纲目和中医的关系 从最早的民国时期的中药药方到后来各种药物说明书 张大爷说不同时期的药物说明反映出来的是当时社会的一种就医现象 希望未来研究用得上 小老师说是吧 一般的情况就不紧 直接就买个小园就行了 你现在又不行了 你现在有啥东西到医院 有啥 用人的文化的一种认识啊 景气啊都提高了 实在不一样了 这个内容也不一样了 我做一个熟悉者只是把这个东西能用上 能用上都是个好事 我认为给后人能留下一些东西 确确实他将来你观看也好研究也好 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